寒冷的冬夜里 爸爸裹着棉被帮小孩喂奶 喂到一半也跟着睡着了 还有爸爸满心喜悦 抱着刚满月的婴儿出院 还有裸着上半身和宝贝来个肌肤之亲 36张不同的爸爸将照顾小孩的心情点滴 浓缩在照片里呈现满满的父爱 我们看到瑞典爸爸的 瑞典摄影师在拍摄爸爸育儿的过程里面 那我们也希望在有台湾爸爸的育儿展 也是过来人的市议员林雨凯 看了这些爸爸的育儿照片 也是心有戚戚焉 特别是这张照片的爸爸手不太方便 还是用尽各种方法喂饱孩子 一只手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他是用他的脸 然后去辅助他喂奶的这个工作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种 就是有单方面他身心不方便的家庭里面 其实照顾小孩的工作会变得更艰难 传统上照顾小孩都是女性角色居多 但根据劳动部一项性别劳动统计资料显示 男性请育婴价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显示越来越多的爸爸愿意放下工作 亲自照顾自己的孩子 林雨元也给这些爸爸们鼓励 就是希望说一个家庭里面 不只过去只有妈妈的这个形象 那爸爸好像在这个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都缺席 那现在有更多的爸爸 他其实自己有这个意愿 希望能够陪伴小孩子的成长 这个是对台湾社会来讲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希望其实爸爸更加的可以去承担育儿的工作 家庭照顾的工作 那妈妈累的时候 爸爸可以帮忙一起带孩子这样子 性贫平等观念逐渐被推广 男性也能够共同负担照顾孩子的责任 当太太太累时 先生也可以接手替补 享受和善尽亲职的权利 在孩子的成长中不缺席 记者李正道雷长邦高雄报道